从双十一到黑五花了不少钱 这个视频和各位盘点一下 首先最贵的吧 是这台任天堂的Switch日版的 花了1800多块钱 从京东买的 好下一款是微软的Xbox Series手柄 这个手柄是从微软的官方商城小程序里面购买的 花了419块钱 虽然我没有XSX也没有XSS 我主要用它来玩电脑游戏 顺便还买了两个Switch游戏 一个是塞尔达 好像是美版的 有中文 另外一个是Switch SPOT运动会 这是带绑带的 这两个都是全新的 我看二手的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差了几十块钱 就不如买全新的 从某宝买的 花了522 另外在任天堂Switch上还花了一个钱 就是买了一个家庭的高级会员 这里面除了可以联网对战之外 它里面还有FC和SFC 还有N64的模拟器 主要是为了还会旧吧 这个花了一年88块钱 关于Switch的会员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好 说下一个 战神武朱春黄昏从港服商城买的数字版 价格是508人民币 另外还有使命召唤19 也是从港服PSN购买的 价格是502人民币 都是普通版 都是数字版 这两家的一起 1,500 除了这个之外 那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比如我家的上网费 蓄了一年 1,380 还有一个是车险 是2,000多块钱 一年 还有就是取暖费 是3,000块钱 一年 不对 是3,000块钱 4个月 最后一个是Elemento Pro 是我们做网站用的一个插件 一年199美元 人民币差不多是1,500万 这也是国外的东西 也是这个时候买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 其实国外的这些东西 第一年买可能便宜点 以后每年续费都是原价 今年黑色星期五是11月25号 估计还有一些促销 如果有什么提精神的 我再和大家分享 最后补一条 关于现在黑色星期五的会员打折 是七五折 有很多同学问 到圣诞还打不打折 圣诞肯定是打折的 但是有没有会员打折 这个不好说 但是我感觉99%还会有会员打折 那会员打折会打几折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在七五折附近 不会特别低 我感觉它不可能打个六折 或者打五折 那么找骂呢 如果你想买会员 我建议现在就买 至少买个一年 如果你不打算买会员 建议再等等 因为以后每年黑色星期五和圣诞 它都会促销打折 今年不行还有明年 明年不行还有后年